這艘不是普通的雙體船 而是全國第一座集生態、能源、旅遊於一身的 半潛式波浪能養殖平台澎湖號 全長66米、闊28米、高16米、食水深度12米 容納的儲水量達到7000萬立方米 相當於三個標準游泳池 澎湖號的甲板呈逸致營 底部由兩個巨型深水網箱組成 由九條空心直立鋼柱支撐 為網箱內的魚群提供巨大的遊走空間 澎湖號目前停泊在珠海市支州島養殖魚場 仍然是試驗階段 夏季會養殖黃立倉 冬季就會養石斑 冬夏季交替養殖 等海上平台全年無憂 據負責人推算 澎湖號養殖的魚類總數 最多可以多達20萬條魚 是傳統魚排網箱的10倍 當要收取魚獲的時候 整個海上平台會升起 方便漁民捕捉 除了養魚 澎湖號也吸引遊客 上船參觀和垂釣 成為了當地新的旅遊景點 廣東省的沿岸在每年夏季和秋季都會遭受到颱風吹襲 傳統魚排的養殖網箱 由於抗風浪能力差 每次遇到颱風 漁民都會損失慘重 有見及此 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研究所 海洋能研究室研發出可以半潛的澎湖號 即使是狂風暴雨都不怕翻側 有能力抵禦12級颱風 不會出現破網或損毀 網箱內魚群也沒有出現集體逃跑或死亡 避免因為惡劣天氣而造成損失 環保澎湖號的另一個設計特點 借助閘波浪能發電 並具備海水淡化、污水處理等功能 養殖系統可以自動監測水質、魚群數目 以及定時投放治療 實現全自動化管理 現代的海洋面對污染、過度捕撈等挑戰 令魚類數目日益減少 人類有需要尋找辦法 等魚葉資源可持續發展 澎湖號試驗將會成為 更按魚葉養殖的示範 對漁民和喜歡吃海鮮的人都是相贏